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策略王電視直播》 這個時段就是來到專家策局的環節 有我Henry和David Sir在這裡 我們這段時間當然會講得比較國際化一點 尤其是港股也沒什麼好看 今天收市價都收穿前日的低位 似乎是向下沉底的格局 不過這件事也不只是港股 我們看到其實外圍 尤其是亞洲、亞太地區的市場 其實這幾天都是比較弱一點 兼且Yen就比較硬一點 這些所有的事情 到底是跟貨幣政策有關係 還是會跟選舉有關係 甚至乎20個集團的草案 到底是怎樣去看呢 可能我們一會兒就問一下David Sir 看看有什麼意見 Hello David Hello Henry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亞太區其實 其實不止亞太區 其實美股都好像M7 M7 M7都開始 對對地 那到底 怎麼搞好呢 其實我是覺得沒什麼出奇 講真 應該說 都等了很久了 對不對 我們與其在讀 究竟什麼因素 令它跌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拿走了 全部都拿走了 我們只是想一件事 之前升到有幾點 是 是不是 已經升了這麼久了 只不過就是先後 先後差不多下來 無論日股也好 日股也好 日股也好 你真是可以比你玩的公司都少一些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所以 你真是 日股先升到最瘋 跌下來 那印度也跌 那你很正常 每個都升到差不多了 已經是 每個都破新高 破完新高 跌就根本很正常 包括美股都是 是不是 那你倒數都破了 已經是 都是時候回潛 所以 撇走所有這些 這麼多複雜的因素 本質上 就是要升到差不多了 是 你現在還有一個更加好的才識 單純是確認一下 是不是單純是確認一下 是啊 哈哈 這個就是 讓我咬一口 先 大哥 剛剛才 採緊一點 因為台灣很厲害 那 就是Anyway 因為呢 如果你看回 現在那個情況 其實呢 你連看月線圖 都去到高得很厲害 是 而且也都出了一些針 那變了呢 如果要回 是的確有相當空間 可以讓你在後半段不停回 是回多少 你可以是回十幾個百分比 又可以 你回到下去 如果你說 當你S&P500 我拿著一張月線圖 我當你就大概在 至少你都要在4700 那樣的水平 47004.8這個水平 都叫做有支援在那裡 但如果你現在這樣 如果真的可以下降下來的話 你想一下如果有5500 去4700那裡有多少點 大概有多少點 那裡有七八點左右有沒有 八八點左右有沒有 八八點呢 我當你七八到八八點 那已經是十幾個百分比 是 是不是 至少的那裡 那你還沒計算 就是一個不生性 再跟你搶劫一點的話 但是就算你拿著 所謂上升的那個軌 那個底部 你挖下去的話 你可以去到4500 都還沒穿的 嗯 分分鐘 但是跌了很多東西的了 去到4700 不是 4700 好像說賭碼 4700 你賭慣錢啊 你這個傢伙 你賭慣錢啊 哈哈哈 不懂得賭的 哈哈哈 四川 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繼續 但是上次4月19日的低位 都是4900多 下到4700 就跌穿了 跌穿了 跌穿了就跌穿了 你的上升軌不跌就可以了 上升通告 是不是 那我當你 你不要說他這麼誇張了 4600 是 去到4600 那就差不多了 4600 4700 我給你了 去到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沒事 都不要緊 都還是一個上升軌 好了 我當你跌穿 跌穿不代表立刻變下跌 我當你在一個大範圈裡面 上下波幅還行 我說你那個波幅可以很大 嗯 嗯 更越善望 如果你的波幅可以大到 從3500 搶到到4800 這麼大的幅度 去繼續橫行 一樣可以 是 所以 到底後 是 你說 我們說 今年年頭 就是4700 起步 如果是 下回4700 那就 叫做化為烏有 那對於 民主黨的選情 好像比較肉酸 如果這樣 是的 但是這個時間 我們如果拿這些政治的東西 擺放下去 就是 先把那些因素撇開 正望那個市本身的那個行法 嗯 你跌到那個位置 就算橫行很合理 是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 你還要計算你的成交 是不是真的可以繼續接上去 你的市值現在很大 你猜那三大指數的市值 現在你連羅素2000都炒起來了 已經是 是真的很大 已經是那個市值 是 那你還要用多少 要多放多少錢下去 再煲起它 先 就算它不散 給你 你都做 take part of profit 是不是 作為一個trader 你都不會這麼傻手露底 我不當你是 你吃了一部分 就算 你問我們這些 超long term investment 我都拿了一部分 去吃了先 然後到過頭 已經買了SQQQ 那些 就是買了反向 我不是買SQQQ 我買了QOption 我已經買了QOption 已經要鎖住我自己的利潤 已經要 要把自己的位置 劈住了自己的位置 這個很正常 所以我們可以撇走所有這些 這些複雜的因素 只是最簡單的說 它升到現在 跟著你看到 已經不夠錢 再可以托起它 就反過來做 至於後面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不知道 你說如果跌跌下 好了 開罐頭 那些罐頭一開出來 原來裡面真的是 那些食育菌 已經爛了 是 又有銀行爆煲 又有地產股 又有地產股 或者不知道 那些初創公司 原來整堆都是scam 接著說 不是了 要大搜查 真的 大搜查 不斷從頭到尾查數 查一轉 原來整堆那些 所謂start up 都是scam 全部都是提紙 但是 因為全部是騙子 專門拿錢 原來全部不performance 那些CEO 全部都是 已經扔進去 拆那個女生 那些東西 那當然是另一件事 大調整 到時就散了 那你就算有manifixion 7 也救不了 近來manifixion 7 每個人都已經升到 已經是大哥 真的升得很厲害 你黃仁芬那隻大哥 你怎麼買啊 那句 我很想買你 現在也不敢加 要等他回 現在還是保持著82元 就是了 就當是等於1200元 是不是 嘩哥 你貴不貴一點 怎麼買啊 他拆過1400元 你也是 所以給你也等 你是基金佬 你現在還沒看到更加好的因素 你就不會在這個時間繼續 你如果要好 真的要好得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 好了 現在我們拉一點政治 問題就是 無論特朗普還是賀雞賞 誰想都有一定的確定 特朗普想 固然大家會預期 特朗普的工業 和現在 是有不同的 大家的產業是有不同的 那些錢你要搬過 還有 因為特朗普有些少無定向風的 你今天猜他是這樣 他明天隨時變化 所以你現在太早下注 隨時出事 你可以落定一些 他當年就是出名 這個Twitter治國 有空無事出個Twitter 就不同了些事情 是啊 Exactly 所以如果你太早下注 會出事 令我給他再回心些 等到特朗普 如果是特朗普的 等他上台 你才去想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現在做了一段特朗普 trade 令我等他上台 那現在你都不會出錢 就想著 第一 賀錦麗 照計賀錦麗就燒規槽 跟拜登的 但問題就是 這裡有一個問題 拜登就是拜登 拜登自己本身 我們不說他現在是老人癡呆 至少他未 未表現出這麼癡呆的支持 起碼他還是正常人那時候 他是有一堆已經建立好的利益集團 在那裡 大家是遇到的 但是賀錦麗 是不是可以繼承到 就成問題 嗯 因為賀錦麗 他是一個形象 其實是不清晰的人 我們很多在外面 我們當他是左膠 但是其實如果在左膠的眼光看 他一點都不夠 他不夠膠 不夠左 太幼了 在左膠的眼中 他太幼了 但是他在中間派眼中 哇 這條八婆真是左膠到震 那這個也是民主黨這幾年經營的結果 他拉到越來越左 搞到本身都很左 那些 又令到一些極端的覺得他不夠左 但是在中間那些又覺得 嘩你左到這樣 好了 於是有一個麻煩 到時候當你選到之後 你的經濟政策怎麼玩 所以知道賀錦麗不是拜登 拜登沒有這些問題之前 他是國會裡面坐了四十多年 這些是老油條 那個網絡很實 那些人會看他頭 你他派得到 所以就不會這麼麻煩 你很容易猜測到他怎麼做 但是賀錦麗 兵望不足 那到底怎麼派發 會不會又是發來發去呢 還有賀錦麗也出名發來發去的 這條八婆出了名 她是A字國的 是 有什麼事不關他的事 那樣子 那如果你現在走去太早 一定去去錄能 或者去去綠能 那一段 是不是一定成功 你都不知道 你反而你說 假設一個平衡時空 假設沒有可能 但是假設 AOCD的臭八婆出來選 選不選到是一件事 但是你知道他選到 一定是綠能 你想也不用想 閉上眼你就知道 左到沒有朋友 你只需要倒他 是 但是他左到沒有朋友 如果現在作為一個投機者來計 你容易計得到他那條數 他是贏還是不贏的 贏了你就知道他實在討論哪些產業 你想也不用想 立刻扔錢下去 越是左的就越是扔下去 什麼DEI ESG 全部都扔下去 是啊 是啊 但是何錦麗不行 嗯 不知道他開哪一塊 咦 他既有左票 又有右票 那怎麼辦 那會不會就是要 就是既然他又有左又有右票呢 其實現在可能就是要 咪著到底看看他有什麼金主 就是因為他不跟拜登 拜登就是根深蒂固 啊 賀錦麗始終比較跟錢 那可能呢 那麼淺的根 到時候都要派一些政治酬容 給他面子 支持他那些 是啊 就是好像現在佩洛西 就是這樣搗他 佩洛西的持股 就是可以跟 有根倉 哈哈 那有個麻煩 麻煩就在於 佩洛西手上的那些倉 有不少 現在是各個都當特朗普那裡 就是那些錢 那些公司 是 你說跟Tech有關的那些 其實現在很多已經走了 去特朗普那裡拜票了 哈哈 那就好 簡直就是兩邊都吃光了 如果買那些 買佩洛西的持股 就是哪個上都 哪個上都好像 相對風險穩陣一些 這樣算 是啊 但是那些就留在那幾家 那幾家就是留到現在 就是有over value 就是over price 剛才說的很貴的那些 NVDA AVGO 那些都是 佩洛西池股 不是 不是 而且民主阿婆都很狡猾 大哥 他真是狡猾 他 是 他都是為了自己國會的位置 那邊 誰會覺得他贏 是的 這些我順便 大家不要介意 我賣少許廣告 今晚小弟 會提這些東西的 有些 不是提到經濟那邊 提到選舉那邊 提到選舉那邊 這樣就說完了 是啊 所以 好像Twitter之前有個 Hashtag 就是trending 叫做佩洛西政變 是啊 是啊 很多人都談論他政變 根本是他 他 騙了奧巴馬 兩個人 你可以說根本就是 那些人就是開玩笑 向著特朗普開槍 但是中槍那位是拜登 是啊 是啊 不過老而來 看到拜登好像說 現在要上班 就是要上班 就是要上班 他也要上班 大哥 你不選而已 你還有幾個月時間要做 是吧 但是聽說 你做過神主牌 做過行屍酒肉 你也要去 你這樣說 但是沒有辦法 美國政治 你自己玩到說的樣子 你也不知道 像什麼 好像玩到以前 我們說 經常笑的 很多Twitter 那些 某國新聞 這樣 有空又傳哪個死 傳哪個中風 估不到 這些同樣的謠言 就是發生在美國那裡 又說 拜登快不行 然後他又要自己 親自出來辟謠 就是回到白宮 你估不到這些事情 都會在美國發生 這些 現在變成笑了 你搞什麼 就是你們這些人 選舉 不是搞成這樣 對 所以如果你說 台灣那些 就在那裡笑 嘩 你又有陳水扁 現在又有紅獸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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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 雖然我覺得 特朗普那件事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 都是忍不住笑 他的感覺 就是說 台灣政治 領先美國 十幾年 哈哈 哈哈 你拿陳水扁和紅獸柱 來給他 哈哈哈哈 哈哈 又真是挺好笑 哈哈 哈哈 anyway 正經一點 就是 就是 所以現在這樣 你說如果用政治來看 你都不能下注 是 有些值得下注的 算下那條數 又是那個問題 貴過頭 你敢不敢追下去 你估他可能會死 但是你拿他的話 你有很多機會坐艇 未必衰的 但是你有沒有這個耐性 可能坐你三五七年 或者我當你坐兩年來 坐兩年回家鄉 坐到第三年就給你賺 四十個百分之五十個百分之多 你有沒有那個耐性坐下去 最怕就是你坐到第二年 虧了三十個百分之的時候你離場 接著後面不要賺那麼少 賺一倍了 第三年賺一倍 頭兩年拿了手 然後第二年計算的那一天 你就算了四十個百分之 那一刻你能守不守得到 如果你守不到的話 到那一刻你賣了四十個百分之 然後升一倍兩倍 那一天就全部撕掉 真是很抱歉 是 那你就很醜 是不是 尤其是科技股 其實很多這些科技股 到現在真正計算是成熟公司 不再是一間初創 其實照計它的Fructuration 不應該有那麼大 但是大家知道 因為科技的Product Cycle 其實很短 往往幾年間就可以有一個新天地 所以現在NVIDIA大家都搶著要 但是如果過多一兩年 出了新的晶片架構 然後 或者出了 例如傳算一體的那些 的chips 可以Overtake到這個NVIDIA的功用的話 那每個都去傳算一體 NVIDIA就突然沒有了整個單 又可以的 就是你變成這樣 整天變成所以才令到科技的Fructuration那麼大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全部都是成熟公司 不是第一天的 你想想現在MGF7 有哪一間不超過10年 是 有足確記錄 所以你說放在他們身上 其實除非有Distruptive Technology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妨有些耐性可以等它回一回 你未必可以等到它回到很低 但是起碼你都 不是現在這個時間追 怎麼追 那既然這些新科技的東西 有這樣的風險 那你會不會就是找回 一些舊世界的東西呢 這些舊經濟的東西 或者挪掃那些 因為始終 之前說的 你S&P 7隻 就 二十幾三十倍PE 但是其實 S&P 493的話 就是剩下的493隻 平均好像說八倍市盈率而已 其實真的相當便宜 比港股更便宜 會不會買一些舊的東西 會穩陣一些呢 好像最近其實見到 譬如美銀出完業績 都不斷上 其實這段時間 都升了一整年 都挺好的 其實如果那些來算 這樣說 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一個長渣呢 那我就 我有些疊下去了 特別是銀行股 因為現在銀行股 如果你問我 唯一的最大憂慮就是 假設市近尾聲 包括房地產 美國房地產市場都近尾聲的話 一省下去銀行一定受信 要跌多少你不知道 當然你說我很長線的 那你拿著一張月線圖 大難 麻煩你拿著美銀的月線圖去看的話 拿著看你哪個位置 因為如果你入錯位的話 等你回家鄉 可以等你十年八載 沒有都三五七年 就不像想TAC 跌得省容易 但是如果那間店沒什麼事 那一回家鄉也很快 跟著那個聲勢更加浩大 但是如果你看著BAC 你看下那些測試就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看的話 拿著張月線圖看似乎 好像在做一個右肩 做一個右肩 現在是右肩頭頂 那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就是要想一下這件事 值不值得呢 還有現在的成交又開始縮緊他們 那就是夠不夠力撐著美銀呢 還有是不是現在這麼急於 一定要立刻衝進去入市呢 因為你現在換馬 換哪個馬都沒什麼好處 那一分鐘可能你現在看著的就是 喂大哥我真的在估計 例如如果那個市不利 反正聯儲局怎樣都要減一次息 不如那些錢衝去TREASURY好過了 還有這一輪好笑的就是 如果去老匯那些地方 你做定期 美金定期三個月或者七個月 所以六個月 這一輪你發覺 照計市場周圍在吹著 說要減息減息 什麼 但是做出來的那個價錢都是堅挺的 尤其那些大客人拿到的價錢都不差 當然又在顯示其他東西 還有如果再對照之前我們說的 上集我們說起的 現在大家預期的通脹說會很快回落 是不是真的呢 又好像不是 你看減了一次息的那些都不敢再減 現在 歐羅區不敢 英黨不敢 日本不敢 這裡是不是還揭示其他東西呢 是不是發覺他們終於發覺那個通脹沒有自己想像中 那麼容易壓制著又要拋下去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想搏他現在這一刻 就是散了下來的 似乎不是時候 就是變了你很難 變了你現在很難分配 你要放下去 你現在又不是加息周期 你現在當他是 渡了完了 假設 但是又沒有去到真正的減息周期 你只是減了一次息就停下來 在一個高息時間 繼續是一種滯脹局面 在這種局面 你去買股又頭痛 那你以為 不如這樣吧 現在股如果技術上升那麼多 扔了一塊錢出來 你去買一些貨幣先 趁現在這個價錢 然後反正不會升 現在算是合理的價錢買下去 然後去享受多一點息口 又可以 那變了 這個是保守的那一邊 如果你說不保守的 你想炒 就炒它跌 最好的 現在這樣的事 你不炒它跌等什麼時候 所以炒個大股市回落 回落 回落 炒回落 你不一定要是災難的 有時候回落就是回落 你買跌就是買跌 你不是在買它 一定要是大混蛋的 它跌到差不多 你把option 贏夠的那個幅度 收夠的就走人了 嗯 對嗎 很簡單的 可能那個倉底 有一塊貨 然後就對沖一下 等它去調一下 回落的option 又賺一點 去補償回倉位下跌的部分 是啊 是啊 那你不就鎖住了 其實都是另一種鎖住的方式 對沖啊 對沖啊 對沖 因為好過你有時候說 喂 有些股價真的好 我買的價格真的低 我買不回來 有些影響 是 那與其 與其 就是全部都賣掉 那如果你手上已經有一定的free cash 在那裡 你就做一點點 是 當是鎖住你今年的利潤 那就是 然後再觀望 可能有些本身好像跟著佩洛西買NVIDIA 那樣 他四百多元買的 大家可能跟著乾媽買了四百多元 就是現在拆股之後的四十幾元 那現在 你再追又不好意思 但是放的話 你放了一會兒 錯了 那就糟了 他繼續升的話 你又沒有了 你的倉底沒有了些貨 那不如倒不如對沖一下就算了 是啊 那你不用買三分之一 你買三分之一就本年拿回來了 是啊 你買六分之一 不拿了本來 跟著拿六分之一去買option來鎖住 都沒有說不行的 是 是不是 那麼 這個hash ratio是多少 就是自己計算了 是 是啊 就是這樣 咦 but the way 有觀眾呢 Vincent呢 馬上也說 現在一隻Yen呢 多拉Yen 就是這樣升 現在看圖呢 都叫做升了下來 就是多拉Yen 所謂升值 當然看一幅圖就是跌下去 那就是跌穿過上升軌 那麼 對於所有資產來講 那不是一個不太好的一個訊號嗎 嗯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拆了倉 現在 但是那 又是那句 這個難題就是 到底拆了倉 是不是代表現在有更加的運氣 嗯 還是說真的 大哥 大家暫時都在美元裡離了牆 又是那句沒有東西好做 不如我現在先賣掉了 嗯 還是說怕日本會不會真的還要想加息 那日本早前在吹 又想再加多轉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哥我現在我怕貴 不如還多錢再說 下一轉做不做都另一件事 嗯 如果他終於肯再加 那麼 然後美國又真是減了 那麼 這個息差又真是 比起之前來講 是有效地是 縮紮 嗯 嗯 嗯 之前我們經常說 他加得來 又加到不扔不扔 就令到和美元的息差 都還是寬而已 但是如果 是 他真的肯再加 然後美國又真是減下去 那麼他真是 有效地縮紮 那麼 那是不是 就是他一拆的時候 那麼 是的 你說真的 到底 那麼比較難判斷 就是到底是一個 修改 還是一個真是 金融的問題 就比較難判斷 是的 現在難判斷 暫時理解 你沒看到那些跡象 也是 你說金融危機 底那些是不是在煲 我覺得有機會在煲 但是 鬥鐘浮鏈尾 又沒有鬥鐘 是 你那個禁止鐵漲 那麼上一帶 你想他死也不是很容易 這一刻 嗯 所以 變成了官網的機會 就浪很多 還有你如果想 你想搏著 就是多拉圓 要安排到一個什麼地步 以現在來說 你要穿上升軌 是看你哪一條 用哪一張圖來看 就是如果你用 你用2024年1月那段時間 sorry 2023年10月那段時間 來看上升軌 穿了 但是如果我用一個月線圖 看著現在這麼長時間 那個的 來計 一段時間都還沒穿 用月線 至少 用月線 你從2022年一直看到現在 你都還沒穿到 是 都還可以去到85元 還可以去到85元 對 你還可以去到 剛剛在圖畫了出來 對 那你也很久都還沒到那個位 哈哈 還有空間 還有 就算穿了上升軌 都不代表是世界沒人 只代表就是 OK 上升趨勢完了 在我區間還行 但是在貨幣和股票 最不同的就是 貨幣本來應該就是要在一個區間還行 嗯 除非你是一些很基礎的改變 如果月線的話 比較關鍵的話 就是148元 大家可能都可以參考一下 是 嗯 如果月線都穿了 那市場可能會調整得更厲害 是 會 會 而能夠穿到那個位置的話 會有更加多倉 開始要拆的 是 是 那也都可能 也都反映到的就是 在現實情況下 會不會真的 色差進一步收窄呢 會不會真的 美國還要 就是 預計 現在情況不好 要減多次息 而日本的話 不是我通脹太厲害了 我還要加多次 嗯 兩樣東西對於市場 都會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那裡的 嗯 無論是美國 我要減多次息 那就是真的一般 現在大家預計都是減得一次的 是 沒有人會預減兩次 現在看到G20那個草案流出來 都是說 預計 他說什麼 這個 軟著陸的情況 越來越大了 既然這樣說 沒有需要減什麼顏色呢 軟著陸 還以為是 全世界都軟著陸 現在在說 是 但是 那個 好笑的地方就是 其實如果你軟著陸的話 你減得不多 但是代表通脹也不能跌很多 所以不用減了 所以不用減了 不再減了 又不減 又不減不減了 大家 他是吊著半天吊的 這些最辛苦 對那些 借了錢的人來講 是啊 你想拼他短期內減息 很難 你不就繼續捱貴息 現在又不會的 不過減的話 遲多一兩年先 但是 這樣是有趣的 這樣的有趣的就是 對於美加市場的樓市 有影響的 那些 那些 不是拿大幅度 而不是做得長 就是說 我不是說 一口氣做30年大幅度 老實說 你有本事 在現在供7厘的情況下 你30年大幅度 閣下真的很有米 閣下還是很相信 還很相信 未來30年你都很有米 那你才能頂得住7厘的 如果不是 根據我這一次 從加拿大回來的經驗 現在大把人要出播 每個人都頂不忍順 什麼啊 一review 因為有很多都是 三年 就是做了三年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 就是 一次過來借三年 三年之後又再review 一review什麼啊 六厘七 Are you sitting me 然後就立刻趕頭趕頭 不斷賣樓 是 是 現在就是加拿大正好是review 因為每個人都剛剛在疫症 covid那時候做的 那時候便宜了 那時候不怕買多幾間去投資 是 你現在的息口升到這個地方 是 其實那時候加拿大人 是不是都好像有香港人那種想法呢 香港人有個記憶 就是說 哇 沙士一定要買樓 是 加拿大人那時候covid 是不是也是這樣想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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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不少根本就是移民 哈哈 就是 其實就是 有香港 沙士幾億那幫人 哇 疫情啊 買加拿大樓 就好像當年一定要買淘大 是 是 就像閉城當年的 其實 有不少是閉城的人 哈哈 其實就是在香港人買的 哈哈 是啊 結果現在就糟糕了 你如果當投資就糟糕了 你當自主就另一件事 你夠實力高就行 是 但是如果你當投資 你就打算吃差價 大哥 但是你租金回顧哪有這麼好啊 嗯 大哥 那你不如趁現在好價賣就算了 是 是不是 趁高價呢 那你不是負資產 你是正資產 你結束了 那你還有多少賺 啊 我好像聽說 其實在6月底之前 都很多人賣樓 就是6月25日 他加稅那個 就是加拿大 都趕著就是6月25日之前 就去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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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是加拿大的情況 那如果你說美國的話 美國呢 這麼低能的情況 是少一些的 是 但是 美國也都有不少人 一樣是 不是說 可以借10年 或者15年 fixed rate那隻 也都有人是 借浮飾 或者借幾年 一二秒那些 都有的 那那些如果你說 一旦這些 的色差 這樣收集法 一旦美國那個利率 繼續在一個高水平之下 繼續橫行 在這個 這個雷數呢 我想有些人 也都會慢慢慢慢 頂不住 沒有保持力 是 那你就大Q了 那真的樓市有機會 要想一想 這個可能都慢慢出現 雖然那個價格中位數 都還是在升 但是呢 看城屋銷售 好像是昨天出了 就是我現在 畫面那裡 其實都保持著 跌幾個月 這個城屋銷售那條數 Exa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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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機會 你就真的要 落味 我想這位落味 但這種位落味 你現在要想 這兩三個月內 大爆風 我覺得就 穩一點 沒有那麼急 沒有那麼急 要時間 但是會不會變成在特朗普任內爆風 就機會大很多 如果是特朗普贏的話 是 如果是賀錦麗贏的話 就是他的任內中 就很有機會 插開一講 給大家 觀眾去參考一下 講一些怪力亂神的事情 雖然不是很這個 不是很我們這個環節的主題 不過插開一講 就是之前有些 預言不是說 他會被人射中 那種右耳 那個牧師 Brandon Big 是 是 他就說搖士 因為他上帝給了他一個 vision 他就看到特朗普會當選 但是當選沒有久之後 他說應該是12月左右 就開始會有一個超巨型的經濟衰退 他說他所見到的是嚴重過 100年前 就是經濟大蕭條 他說看到12月到明年1月 2月3月4月5月 他說看到美國好像被整個黑暗籠罩著 大家參考一下 嘩 他說很 是啊 他說嚴重過1929年 不過其實 以現在那個泡沫 升了這幾年都升得這麼無理 就是 完全是由 泵水泵出來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大家參考一下 聽一下算了 哈哈 沒有給任何的意見 是啊 是 給大家聽聽一些怪力亂神 都好的 因為都有些事情是真的要開始注意一下 因為這幾年這樣顛發 就是這麼多錢丟出去 然後又炒到這個地步 然後去到現在這個地步又開始不夠力去頂行市場的話 第一 調整不可免 調整到哪裏 會不會調整到某些位置 會引發起一些 chain reaction 我們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你說 例如 start up 是不是 過了火位 AI 是不是過了火位 炒到 另外就是 銀行和地產那一部分 是不是有些借貸借了過路 還有這個房地產 是不是已經過熱 現在是不是一直懶 懶到它一個位 會不會跟著出現連環拋售潮 這些是真的要注意 就是就算不在現在發生的話 各位 我想 預計下年怎麼都會有機會發生的 嗯 是啊 所以現在你就要做準備的 有些事情 是 尤其是你剛才都說 哇 AI 是不是過龍呢 可能都是我們看到 Google 就是第二季 是那個雲端的那些業務 是賺多了錢 但是呢 同時AI的開支呢 又是暴增 就是我們看到 就好像很多 搞AI的那些公司 都在做軍備競賽 那樣 那個成本呢 就是狂買顯卡 去搞這些事情 就是會不會 去到最後尾呢 計算了一條數 就是呢 做了那麼多軍備競賽 但是實際那個收益呢 可能根本沒有遮蓋 就是會不會 會 在Google這份 第二季的成績表那裡 都可能看到 整個行業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在面對這個問題 是 因為你一路開新的Data Center 然後你又一路 就是 大家都電費都不是少 只是那些 那些Data Center 很扯電 是 還有你每訓練一次數據 又要扯一大堆算力出來 嗯 你不update 又不行 因為你不update 你一萬個人 你落後 你又醜 但是keep update 成本又貴 軍備競賽來的 就像當年蘇聯美國 星球大戰一樣 大家鬥快 就是載人上太空 那些 現在AI搞到 是啊 是啊 所以 這件事是正在發生的 那個編制效應一直在減 還有你現在暫時還沒找到一個 是 還有 最大的問題是 你現在暫時還沒找到一個 超賺錢 令到AI可以 嗯 就是不是真的可以全面取代 就是去年剛剛出來 當然有經驗 但是現在已經 很多事情已經stabilized 是 那一stabilized 之後呢 就是說那個增長 第一次爆發了 現在第二次 究竟在哪些位置去突破 我們大家都看不到 嗯 可以玩的東西暫時玩了出來 但是有些東西可能需要長時間的補助 如果我當你AI真是一個無人工廠 全面自己生產了 連機器人都放進去 Eon Musk都還沒做到出來給你了 現在 想做 但是他的東西都不斷退時間 他好像說那個 無人駕駛那個 本身說八月 但是現在要退到十月才搞 他什麼都要退一下 是啊 那些技術可能還沒到位 還沒 還沒 你預料了 那些東西都要先煲大 但是他 滑餅 在他的立場 在他的立場 他要的 因為他要保持著投資者的支持 他就一定要煲大數 但是 我們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者 是吧 我們不是落了搭那幫 那幫基金佬 我們一些小投資者 還沒落搭的 有些是 我還沒落搭的 那你就要想過先 大哥你是瘋還是不是 不如等你 等你的壞事先出 是 未落搭 沒有說支持他 出幾百億人工給自己的 不是 大哥 不要玩了 他是有需要滑餅的 如果不是那裡 給幾百億的股權 他要出糧 就是滑餅給你 是啊 他滑餅滑得厲害 這件事他最厲害的 但是 那幫人不是傻的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叫做什麼呢 叫做無奈 就是 我上了搭船 難道我不陪你一起去唱好他嗎 我唱壞 他不就是自己找自己品 我走不了 不是可以全部走完 這些心理學的因素 人是不會認錯的 我買得下去 我認同你 這個人有理念 當然要支持一下你 不是 一定要這樣吹 因為你走不得快 是 基金的話 你假設 持股超過5%以上 你又要申報 你走路又要申報 當你少過 但是你走的時候 你的鎖這麼大 你怎麼走啊 是不是 你走不及就你死了 然後你的投資者 就離開了 一起去街上 沒有理由一炸到市場 一天跌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當然 你沒有理由 搶走火門 當然你走了才關了道門 是 是 是 有什麼理由 你自己鎖了道門 之前走去 然後自己又想走 沒有理由 你走不走 然後鎖了道門 你這幫人接我 就是這樣 然後再報警 是啊 他們是這樣做的 你有什麼理由這麼乖 我已經報警了 自己鎖了道門 一起燒死 所以通常這股跌之前都是在高位那裡徘徊整顧 就是在這裏 部署走貨 走完之後 就先會響 道門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 現在反而有空 看回The Big Shot 是吧 好看啊 這套也是 經典 其實還有一套也很有趣 叫Margin Call 是 這套沒看過 要看啊 那套戲是好看的 即是抹下 即是抹下 那 Margin Call 為什麼好看呢 那套戲好看的地方就是 因為 對Big Shot 整個時間跨道比較長 就是 就是由 07到08 爆煲 那一刻 Margin Call 是 直接就是 出事那一天 不過他在說 CDS 那一天 那一晚 其實是24小時 整套戲的跨道就是 等於24小時 24小時裡面 一個 Trading Day 你怎樣 他其實就是 拍攝著Golman Sachs 怎樣一天 裡面走掉 嗯 其實 即是怎樣 怎樣勾吹 那個年頭 做Trader 應該不生難忘 那一日經歷 不生難忘 那一日 你說多少謊 吹夠多少水 噴多少人落答 真是 那一局 真的 真是一輩子都可以拿出來說 那些故事 一定可以 那一齣戲是 雖然dramatized 但是好看的 嗯 你可以看一下 萬一有這個 購物銷售的時候 那些人是可以說 你有幾間 幾間 那麼離譜的 那些東西 怎樣可以自己 踩倒自己的市 但是總算走得掉 但是所有其他人的門 走火門都封死了 嗯 如果那個預言 如果那個預言是成真的 那今年年尾大家又看到了 12月到今年5月 12月我就覺得早了一點 不過都很難說這個世界 因為 所謂chain reaction的事情 就是一旦發生 它可以變了滾雪球 越滾越大 是啊 這一刻 你問我 如果看其他數據 你就暫時還沒覺得 但是很接近危險的地方 但是很接近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說 就算今年12月不發生 你預計下年 怎麼都有機會發生 是的 尤其是我們之前 在這個環節都經常說 其實其中一樣東西 會看的 都是看那些 房屋銷售那些東西 因為尤其是 雖然美國沒有 中國那麼厲害 中國的 那個財富 有八成都是在房地產 更誇張 美國就算說少 其實也有三成多 所以如果是那裡 房地產市場一倒下 都是在倒下三分之一的財富 所以都會有一個很大的chain reaction 是 而且更何況 如果你看回銀行體系裡面 大約一半的資產都是房屋貸款 是 所以如果房屋貸款一動 有什麼事的話 一個影響是受不了 因為 到銀行自己填不到時間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要call其他的loan 它不會只是call你 就是律師Densal那些 有機會連在做生意的那些都要callloan 沒有辦法 而且有時候一call洞 你往往當然是call最好的客人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最有能力還 你要填堂 你當然要計誰有能力還 你call那些爛仔的 大哥他是不是都還不到給你的 你call那些他死給你看 我沒有所謂 你不是call我清我盤 我怕你不清我 是 come on 如果你是一個大債仔 但是你的腿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就最開心了 那一刻 come on kill me please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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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動我你還不需要 write-off 你一動我你要 write-off 你死還是我死 那些破產保護 是呀 那看看死哪個死得慘一點 你清我盤 是啊 你清我 我真的 原來那間公司表面一千億 原來救資媽媽什麼都不是的 只有六條底褲在那裡 是 你清我一笨 合起來那裡可能是十元資產 是 其實可能都沒有 我還沒計我整堆債呢 嗯 原來我負資產的 是 那你就清我吧 如果真的到時這些 那個市場去倒閉的話 就是分分鐘他們都拿著 整堆都是資不抵債的 你一call他洞都是他還不到什麼給你的 你來我跟他 restructuring 嗯 那你變成你真的要逼人還錢的那些範圍 就是逼最有實力的那些 你還得起你先還 你還不完都還一割 其他有些我再跟你算過 我給你優惠 你等我過關好不好 是 是 是 那些銀行都要求他們 是 是 人家其實不是沒有能力找數 但是只不過是 一時三刻 但你無緣無故要我找 大哥 嗯 你弄死我也是死的 好吧我幫你還一割 剩下一割 但是你都不可以弄死我 是 是 我盡力幫你填陷的 大家都是鬥填陷的 所以 這些場面很多時候很荒謬 這些事情不發生 由自己一發生就非常荒謬 是 是 但是又很正常的 很理性的 心理裡面 那個決定全部都理性的 是 但是走出來的結果就是非常荒謬 不過我剛剛 我看回圖表 就是城屋銷售的那幅圖 畫面看到那個 是 我看到最近那次的所謂衰退 就是因為聯儲局極度暴力地印錢 4萬億印到變9萬億 這樣來救回 如果不算那個 其實正常來講 這個圖表 看到00到01 有個衰退 大家知道科網股爆了 接著就是 金融海嘯 就是 07、08、09 那段時間 如果不算過COVID那個 其實都真的很長時間 其實沒有出現過 這一種衰退 所以如果真的 撥亂反正 隨時出現 不是奇怪的事 是 真的不是奇怪 就是你計算過程度 你已經覺得 應該一早要發生的 還是到現在都不發生 是啊 就是當年COVID那段時間 如果借勢發生了的話 可能更健康一些 是 因為你反正都是停頓了 所有事情都 那你就順便 你的經濟都死了 然後新陳代謝 然後翻山 但是那時候 4萬億印 資產負責表 4萬億印到9萬億 真的很難搞 現在9萬億 跌到7萬多億 很多人都說 牙痛的聲音 但是 還是多了很多錢 都還是 是啊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說 真的要掃 還要多掃多1萬億 才叫做合理 就是 我當你 由4萬億增長到 4、5年增長到6萬億 OK Let's do it with it 但是 你還要收多1萬億 現在很難收 大佬 是 我不知道他可以用什麼辦法再縮 已經害怕 現在這個聲音 害怕到這樣的樣子 你現在已經是 是啊 所以其實都 扭曲了這一點 扭曲了規律 其實都幾難搞 有一點點是 向未來借了那個繁榮 就是當年 令到那個衰退的極度短暫 這個畫面 其實大家可能未必看得清楚 其實灰色那裡 就是顯示說衰退的 但是大家如果看畫面 是衰退的那個期間是極短的 2020 就是COVID那時候 只有幾個月而已 就是畫面那裡看到 其實呢 這個完全是扭曲出來的 當時你說暴力救市都算了 就是 就是大家明白有些事情 不想說大哥 個個都破產了 但是你之後拖這麼久才開始生水喉 是完全錯誤的 就是這個我們在節目裡已經說了 已經是一整年了 我和你一合作開始說 已經說到現在了 大哥 就是一早就說 你早點生水喉 就是你不要再給那麼多錢出街了 對時候又生的 至少遲了半年 實際還不止 你遲那麼多生水喉 就是大問題 有個說法好像是他們發現 他們用那個 就是財政部 用那個勞工部 好像是 那個估算的方法 是有太大誤差的 所以令到當時做加減息的決定 都是做遲了 就是你有沒有研究過這一方面呢 我那次就是看到一點點的說法 我沒有留意這個說法 不過他們一直以來呢 他們加減息之間 他們一向都是遲的 聯儲局是遲的 而且那次是特別遲的 特別遲 是 他們都被那個 菲律克克迷惑的 有些事情是 是啊 就是我看那條片 就有說 他們就用勞工部的那條數 就發覺好像是 那個估算 就是錯了 就是它其實不是 就是它沒有全部 所有數字 它是計完一個局部的數 然後按一個比例 成大它 就出了飛龍的那條數 所以最近為什麼 鮑威爾出來的聽證會 他都在那裡說到說 不一定要等它通脹落到 2%才開始減息的 就是有個說法說 咦 是不是聯儲局都開始發現 他們正在用那些模特兒 是有些問題 所以 有很久 所以他們現在才會這樣說 就是說 你不可以看 只是看著那個通脹 就是可能這些東西已經錯了 那些數 其實呢 一向呢 之前做開的 就是我自己做開的那些事情 那個長短債息差 和失業率 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就是有些相反關係 另外就是那個 也都有些 和這個通脹之間 都是有些相反關係 還有一些領先 滯後之間的關係 但是呢 這次我想起 其中一件事打擾了整個聯儲局的模特兒 你財政部這一下 就是在財政政策上面 玩到這樣的暴力救市法 而一下扭曲了 那個就業市場 這件事是計不到下去的 當初 因為那個失業率變得太快 是 以往的失業率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就是沒有可以 一下子又 摘到那麼高 然後一下子又跌得那麼低 然後更加不會遇到它 那麼長時間是那麼低 是 所以那個 你如果用那個模特兒去分析 用以前的模特兒去分析的話 你會錯過了 是 還有它 還有一個出錯的位置 就是 就是用一個舊模特兒去看現在的情況 為什麼看得不準確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多了很多美國人 可能因為通脹太強 結果他們打工 不只是打一份而已 就是有些可能一個人在做三份工 那令到就業那條數 即是新增職位那條數 就跟這個失業率那裡 就有些很奇怪的情況出現 就是譬如近幾個月 就說 失業率又升了 但是新增職位又升了 究竟是多了人做事 還是多了人失業呢 還是變多了 還有還有一個說 令到這個計法會出錯呢 就是 是啊 你有些是新增了一些職位 但是有一部分 或者應該是有一大堆 就是因為近幾年 就是拜登那些移民政策 有很多 Illegal Immigrants 就拿了那些職位 所以變成勞工部出那些 非農那些 越來越難去給 就是聯署局那邊參考 就是因為那些數目都錯了 一個人打幾份工 或者有些人是 挨挨去做的 所以我不是說 不如看DP算數就是這樣 是 那個是 那個是真正的時間 人家直接看著Paywall帳戶 來計算 不用搞那麼多麻煩事 是 不用搞那麼多評論 是 做完評論 然後又成大距 然後又有誤差 就是有個說法說 現在可能 對上一次 可能誤差是 80萬個職位都有 可能 所以他說 新增幾多的 大家都未必可以相信 可能ADP才是 再準確過飛龍 但是這個其實 都有個弊病的 就是 以前的人 打工是主要收入 今時今日 可能連打工 都未必是主要的收入 或者起碼是其中一部分 還有其他炒 上網賣東西 諸如此類 而且有些分分鐘 連稅都不肯報 收現金是不肯報的 所以 所以你看看 為什麼VTEL會這麼好賣呢 VTEL的數字不差 是 現在很多東西都對不到數 所以聯儲局 那現在就是 到底是怎樣呢 所以他走出來說 我們不可以只看著 通脹率 可能都是暗示 哎呀 現在我們發覺 這些數據 我也不知道看什麼好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無人駕駛 求求其 是的 事項大 其實還有一個麻煩 就是 如果你說以往的情況 這麼積極的財政政策 可以說 除了 我想 打從羅斯福以來 都沒有試過有這麼積極的財政政策 甚至在列根更加沒有 大哥 之後這一段時間都沒有 甚至你說奧巴馬 2008 098那個煲之後 他的那個財政政策很短 那個時間 就是那時候撐太陽能板那些 而且到2010年已經停了 是 那些補貼那些都沒有了 那個財政開銷 你看回那些賬 差很遠 這一次的財政開銷是大到史無前來的 是 那你就多了個因素 因為 錢的來源我都說有兩個 一個你是由聯儲局那邊 就是由銀行體系自己引出來 再經聯儲局放大 是 另外一個就是由政府自己直接出contract 直接付錢 以前美國政府始終有個紀律在那裡 就不會在這個位置太離譜 除了很例外二九年那次之外 嗯 但是呢 你現在又多了個因素 就是說 你一個 就是 你如果想要控制得住 那些東西是可預期的 你要儘量將變數減少 是 問題就是 你現在面對的變數多到 完全是out of你的consideration 嗯 就算你用了那些舊圖 當你的其他東西不變了 你只是這一邊用貨幣政策收緊 那邊用財政政策去增加支出 那你到底哪些什麼是預期的呢 嗯 嗯 那還沒算剛才我們剛剛 你說起的那一堆的問題 ADP的report未必準 那些人的收入也可能不止一款收入 是 那你聯儲局變了現在都不知道 連自己怎麼決策 你的舊的模特已經完全不成功了 是 現在似乎是憑感覺了 就是鼓鼓一下 都是 就是要試 可能 鮑威爾怎麼決定加息和減息呢 可能去超級市場走個圈 看看美國人在買什麼 哈哈 沒有的 或者再誇張一點 就是怪力亂神 學一下當年 發覺你都是杜明彈智 在那裡玩星圖 拿astrology 哈哈哈哈 滑一些斜線 不知道滑到去哪個位置 那些是嗎 哈哈哈哈 好像是動明彈智 那些混蛋 你當年有皮里斯 你死都不扔出你 那些混蛋 不讓他進隊 真的 生氣到我 你 就是這些東西 真的不知道 現在 尤其是鮑威爾 他又不是經濟學家 他更加沒有頭緒 是 經濟學家那些都未必有頭緒 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經濟學家都要看數據 而那些數據 越來越不準 唉 搞到那些學家都不知道 那些學者都不知道 他的律師出身 是更加不懂怎樣去看 不過我們今天 多了嗎 是你繼續 是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了 你說完 下個禮拜先 留下去下個禮拜先說 都好 那今天我們說的話 都偏向悲觀 我希望 是啊 希望 希望可能 打我們臉 下個禮拜 當然 升上了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 又出來唱好 但是暫時來說 我很害怕 這樣 我還害怕 這樣都上回去 上到我頂 我還害怕 那也好 可能大家 倉底有貨 哈哈 哈哈 不過這些 下個禮拜再看著 暫時來說 可能都是 風險比較高 可能建議大家 如果倉底有貨的話 少量看看怎樣做 對沖 磁形保態 可能比較好些 是 那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各位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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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